触摸本性 开悟正道 师父在学佛当中如履薄冰 自己知道应该怎么走 我可以把自己对人间的欲望 像一个窗纱一样透过 可以看到真正的菩萨的境界 而你们这层窗帘 比师父这层肯定要厚得多 是看不见前面的 你们就看见这么一点点 师父希望你们 把自己眼前的窗帘要没有 什么都不要有 那时你就修得很干净了 师父越讲越舍不得你们 因为看见你们真的很可怜 你们懂的东西太少了 你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而你们天天还在为了人间的事在奔忙 你们不如师父舍得掉呀 师父告诉你们 你们要多懂一点道理 就会少一点麻烦 你们多修一点心 你们家里就会多得到一点平安 你多念一点经 你的人生路就会平坦很多 可怜的就是你们不懂呀 把真的当成假的 把假的当成真的 这个人间都是假的 你以为是真的 你以为是真的 还拼命地在恶海风浪当中翻腾 明明是菩萨的元灵 明明是心灵的本善 把这些好的东西全部没有了 就剩下恶言恶语 恶气相加 在家谈臣吃卖 外面相传师父现在是法力无边 法力无边说明这是正的 是佛法无边 师父这次成愿再来 你们在电台里也听到了 很简单 不单单是来弘扬这个法门的 是来和魔斗争的 首先是把徒弟心中的魔斗掉 再把外界的魔斗掉 但是师父有慈悲心 一边在与魔作斗争 一边还是慈悲地挥劝他们 帮助超度他们 让他们得到更高的境界 师父希望跟着修学的人 都能得到永生 师父接下来给大家讲 菩萨的眼睛 为什么看众生 是三分开 七分闭 师父曾经给你们也讲过 因为人间都是假的 所以菩萨的眼睛 不要看人间这虚空仿界 实际上 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你们想象一下 当一个人很慈悲的时候 他的眼睛绝对不会睁得很大 眼睛也不会闭起来的 当一个人很慈悲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眼睛就是七分闭 三分开的 看这个人很可怜的时候 心里在想 哎 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呢 这是从心里发出的慈悲心 这时 眼睛绝对不会睁得很大很大 对不对 因为菩萨看我们 就是很慈悲 所以菩萨的眼帘是垂下 但是 又不舍得放弃我们 这三分 就是不舍得放下我们 这个七分 有点恨铁不成钢 慈悲呀 这就是菩萨的眼睛 师父看见观世音菩萨 就想哭 看见菩萨 就觉得自己做得太少了 有时候 真的是那种感受 就是像看母亲一样的 母亲对我们多好 我们想想 母亲把我们养大多不容易 而现在的孩子 对母亲还要又打又骂又叫 虐待母亲 师父母亲过世较早 是观世音菩萨 让我从小就懂得了 你所拥有的东西 瞬间就可以没有 是观世音菩萨 让师父看清了 在人间所有的东西 都不能长久 这就叫无常 观世音菩萨 从小就让师父 接受一个考验 舍 要舍得下 当时 师父就想 为什么要发生在我的家里 家里什么都不缺 什么都有 条件这么好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 为什么造成了师父 为什么要来弘法 来救度众生 我跟释迦牟尼佛学 学释迦牟尼佛当年做太子的时候 因为他看到了人间的苦难 看见了人的生老病死 这么可怜 所以他就要寻找一条路 他就要寻找一条路 师父也看到了 人这么苦 所以一直在脑子里想 我最好能够让大家开心 让大家不要死 让大家活在世界上 每一天都很幸福 而这个幸福 只有用佛法 才能让你幸福 如果你离开了佛法 你永远得不到幸福 这都是师父感受到的 我的一生 也经历了很多坎坷 但是 师父是怎么过来的呢 就是一直靠坚定的信念 我从小就拜佛念经 虽然那个时候念的经很少 主要是念心经 但是 师父就是不停地拜佛 心中有一个伟大的理想 只要拜佛 什么都能解决 师父刚才给你们讲了 每个人都有福分 因为你作恶太多 你的恶业盖住了你的福 所以让你的福离你而去 但是 我们跟着观世音菩萨 好好地修心 修行 念经 我们得到的是最大的福分 你只要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天 你就把福分 拉在自己身边一天 大家明白了吗 修行不是把佛当成偶像来拜 很多人以为 我们修心修行 是把菩萨当成自己的一种偶像 天天来磕磕头 来拜拜菩萨 菩萨呀 你很伟大 你救救我呀 这种是错误的理解 拜观世音菩萨也好 拜所有的佛菩萨也好 是让你们拜佛 修心 念经 是让你们开悟 让你们拜自身佛 让你们皈依佛法僧 师父曾经给你们讲过 佛在心中 皈依自己的自信佛 法在行中 你在行为当中 就是在守护着佛法 你皈依谁呀 实际上是皈依你自己呀 因为你的本性就是佛呀 僧在戒中 懂得戒律的人 实际上就是一个僧人 因为僧人有许多的戒律 如果我们做人 能够持戒守法 我们就是一个好僧人 师父继续给大家讲 要用你的心 去触摸自己的本性和良心 什么叫触摸 你去摸一摸你的良心 再来讲话 你去摸一摸你的本性 再来做事情 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你们做任何事情 对得起菩萨吗 你们今天做的坏事 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吗 所以学佛要静念 什么叫静念 静就是干净 念就是念头 要非常干净的念头 你才能得到正法 你的念头不干净 你所学的法门 一定不是正法 如果这个法门 教你不干净的东西 那你就要怀疑它的真实性了 听得懂吗 师父从来不评论任何法门 不讲任何一个法门好与坏 但是 师父可以把道理 讲给你们听 让你们自己去悟 自己去评判 如果一个法门 教你们谈尘痴 你们说 这是个什么法门呢 如果一个法门 教你们怎么样赌博 念什么经可以赚钱 你们敢修吗 你们听得懂吗 师父不想把这些事情讲得很明 要你们自己来悟到 什么叫正 什么叫偏 所以师父一直给你们讲 要正念和正实来配合 才能得到你真正的正念 什么叫正念 正念也是要靠时间的 比如说 你过去做这个事情 你是对的 你觉得是正的 而你现在 这个时代做这个事情 明明是错的 你还是拿过去的这个事情说 我是对的 实际上 你就是错的 很多老人家 不就是这样吗 以为自己过去 是不得了的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样 而现在 自己的工作没有了 经济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跑到儿子媳妇家里 还要指手画脚 讲东讲西的 你说 这个老人家 做的对不对呀 学佛也是这样 现在的时间 要以现在的概念为准 来弘扬佛法 你不能拿过去的 来讲现在的 也不能拿现在的 去和过去的比 那才叫 真正的开智慧 师父讲的对不对 没有讲错吧 能比吗 这个天时在转 你怎么可以老拿过去的 与现在的比呢 你们小姑娘的时候 随便挑挑 谁都要你 现在 还会有那么多人 要你吗 时间不等人 时间不一样了 法门也是这样 现在的天时 因为人的概念 全部都在变化 在转化 师父没有一句话说是 让这个佛法在转变 而是方法在变 在转变 同样 在这一所大学里读书 过去用的教学方法和现在用的教学方法能一样吗 但这并不代表学习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尊师众道 依教奉行 讲的是依你的导师 依佛法所既定的原则来修心 原则都不能变 而变的只不过是它的方法而已 原则是什么 是共同来驱除坎嗔痴 修什么 修成开悟 修成极乐世界 修成四圣道 修成佛道 修成大觉 学什么 学妙法 如果法门只有一个的话 菩萨为什么在佛经里讲八万四千法门呢 那为什么又叫不二法门呢 指的是你已经学习了某一个法门 就不要再去左看右看 这叫不二法门 并不是说整个的佛法 佛教只有这么一个法门 听得懂吗 比如你今天坐火车到北京 就好好坐火车 你今天坐马车到北京去 就好好坐马车 你今天上了飞机了 不要说我还是想坐火车 到了天津下来再换火车 很多人坐火车 坐得累了 哎呀 我早知道 还是坐飞机吧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其实目的都是一个到北京 只是去的方法不同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学佛要专一 要讲究一个妙法 事情 打开 或者发熟 于是 每个人都失败了 首先 大家 怎么办 怎么办 就是